午安你好 歡迎收看2月22號的台視 五間新聞 我是烏凱文 新北市魯州 城公路夜市 有消費者跟攤商大打出手 一對行旅 要買糖炒栗子 發現栗子撥不開 就找老闆理論 老闆想教他們怎麼開 但是對方不接受 退錢也不滿意 反而拿栗子丟過去 雙方最後當街互偶 糖炒栗子撥不開 男子找老闆理論 女朋友一開始還想勸嫁 撥不開 女子居然動手 情侶黨和擺攤賣糖炒栗子的夫妻黨 打成一團 警方趕到現場拼命將雙方隔開 好不容易才冷靜下來 主要是兩個嗎 先兩個打我 互相提告傷害 老闆事後想起來 還是滿腹委屈 打不開我也教他說怎麼打開 他不接受 不接受我錢也退給他了 往這邊捶 往這邊捶以後 我也沒有回首 後來他要打我太太 要打我太太 我就追過去把他抓起來 購物糾紛 以自由徒手偷打情刺 為了糖炒栗子 居然要告上法院 老闆無奈強調 方法只要對 真的很好撥開 生意照做 但心裡還是怕怕的 記者劉慈 周松霖 新美食報導